好 那么这个公愤疫苗开打呢 吉安乡15号在吉安国小 为第二到第五类对象 大约有300多人来施打 那包含了吉安乡内的警察人员 村长 清洁队 长照服务人员等等 截至上午10点接种大约有200多人 那么只有一人是有反应的晕针 而明后两天则将施打第一滴次 90岁以上以及原住民85岁以上的长者 花莲县第二至第五类的公非疫苗接种对象 共1624人 15日开始接种日本捐赠的AZ疫苗 其中吉安乡在吉安国小 15日总共接种330多人 包含吉安乡辖内警察人员 村长 村干事 清洁队 重照服务人员 福气站照服员等 吉安乡长刘淑珍上午前往了解 首日接种情形 我们的工作平常就是在我们环境维护 以及最近为了防疫的需求 所以我们特别做环境的消毒工作 就算打完了这次的疫苗 我们的防疫工作还是不能少 防护的装备还是不会少 我们依然会坚持做好最好的防护消毒的工作 在昨天我们已经进行原住民长者85岁以上 以及一般长者90岁以上 各村里的通知跟意愿调查工作 我们希望协力到整个医护部门都能够非常顺利的来我们的地方 把我们的长者以及必须要工作的最基层的这样的一线人员来进行施打完成 先开启我们工作服务上面的一个所惜的安全 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大家一起的协力 在地方我们会善尽整个工作执行 还有协力的工作 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 捷安厢疫苗施打顺序第六类75岁以上长者 明后两日则将施打第一梯次 包含450名90岁以上 及129名原住民85岁以上长者 总计579位 若有人在即不在 但符合施打资格的长者 可向捷安厢公所各村村干事受理登记 请民众联系各村村干事预约 记者蒋邦彦捷捷安厢报导